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Soreena 那今天呢 我们继续说上期没说完的空瓶剂 那这期呢 主要是包括一些宝宝的东西 一些小零食 还有一些个人保健 还有一些洗护用品 还有一丢丢彩妆 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主题就敬请往下看吧 好 首先说的是彩妆 就一丢丢 一个是一个小样 就是妆前打底 这款呢 就是Too Faced 我之前呢 是一直用他们家的妆前打底 但是近期呢 就感觉就是想换一些品牌了 你要说好用吗 挺好用的 回购呢 不会再回购了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又用完一管 Mani la的CC霜 看我视频的小伙伴知道 我用过他们家东西10年了 然后现在呢 其实我真的腻了 我也在开发一些新的产品 那这款呢 也应该是我的最后一管了吧 就不想再用了 用了太多了 那也是非常喜欢 就是年轻的时候 不像现在啊 现在得用一点点 遮瑕呀 打底之类的 年轻的时候啊 20岁出头 真的使用它一管 我出门就OK了 就没有什么瑕疵 那段时间真的好快乐呀 好了 继续说别的了 我用完了一款身体 这个就是多芬 就大家有人说就是身体成了大宝 那一段时间非常火呀 就是现在就是没有那么火的 我才把它用完 因为用的我好辛苦啊 就是那个味儿啊 就是一种肥皂的味道 然后我看这是产自印度 你要说印度人 我还真在他们身上闻到过这种味儿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特色 也很想把它用完 嗯 擦在身上的就是那种霜状豆腐之地 一涂完 很快就会把它乳化推开 就是不会再回购 嗯 因为味道实在是让我受不了 嗯 保湿力度也一般 也没有美白功效 所以就这样吧 好 再说年轻时候瞎买 哎 我这两天再把它调出来就是日本的那种洗隐形眼镜的东西 我都没用完 然后当时啊 买的还挺贵 我现在都忘了它是什么牌子了 就上面看什么朱氏协会还指定医药部外品 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日本的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挺贵的 也不是想说日本东西不太好用啊 就是我经常采雷 就一买就买雷 然后感觉费了好多钱 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应该我三人家之后不会再买了 这个真的是时代的眼泪 好 继续说 我频道又出现了 我都不敢看镜头了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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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用完它了 就是不能再推了 就是 我就是空瓶剂啊 就是我用完什么就说什么 我也没藏着掖着 就是比如说 我用完了 因为看它用的次数太多了 不想出现在我视频的怕掉粉 我也不怕 我就是又用完了 我就用这款 我就比较专一 我也觉得它好用 我觉得它便宜 我觉得它家中必备 每次总用 所以我又用完了 这款呢 哎 你要说还有点不一样 因为它是那种 volume and fullness 它呢是运动款 就是active那种 就是去臭力更强 就是去油力更强 那比如说 我有的时候 比如说去健身房 白天做一些力量训练 我不跑步啊 我不做太多油痒 会出一些危害 就不想洗澡了 然后晚上再洗 我会喷它 这样子我头发还能保持一天的清爽 然后下午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也是我就是维持头发清爽的小密集 好 继续 AV呢 我已经进到他们家换包装了 这应该是最后一款了吧 之前啊 就是我记得去年的圣诞节打折打得可狠 然后我就囤了很多瓶 然后这就终于用完了 我应该囤了四五瓶吧 然后都用完了 这是最后两瓶 然后他们家现在又换包装了 换的不是就直接是这种 fresh green blend conditioner 就是我还没用过 但是我买回来的 等到之后用完了会跟大家分享 就是跟之前的这款一部一样 就是之前有小伙伴给我留言 说它的味道实在是太难闻了 对 我想说它味道确实是那种比较 怎么说呢 你喜欢会非常喜欢 不喜欢会非常不喜欢 就是会极端化那种味道 我对他们家味道就是没有很喜欢 但也没有很讨厌 但是我更喜欢他们家的功效 就用完之后这个头皮感觉非常清爽 然后那发根会立着 而且还性价比高 我也跟我姐妹们推 就是药妆店真的可以持续买的一款洗护产品 我决定买它做封面 就这样来笑一个 好 再分享 我用的东西真的是不贵 就是好用我就持续用 能省钱就省钱 就是袋鼠的这款 这是澳洲吗 AUSY的那款 它是在澳大利亚产的吗 让我看一看 是美国产的 我现在记得有人吐槽 说产了一款看似像澳洲的品牌 其实是美国产的 但是很好用 我呢用洗护 就是用洗 就是shampoo只用volume 因为我是细软它 但是呢 这种三分钟的conditioner 我会用这种moise 或者是能找到volume就用volume 就是非常喜欢 就是每次啊 比如说这款断货了 没打折了 或者我想不起来用其他产品了 我会用它去充数 就是用在中间过渡的一款产品 而且肯定不会出错 就是没有那么惊艳 但是也没有不好用 好 现在说宝宝用完了一款 就是Avino这款baby 洗护 就是非常的温和的一款产品 因为它是烟麦嘛 如果对烟麦过敏的小伙伴 我就不推荐了 宝宝当然我也不推荐 但是我家宝宝没事 烟麦它本身啊 就是有镇定抗炎的效果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款 我也用他们家烟麦的 就是成人版的面膜 这款我还是挺推的 Costco也有打折 或者其他超市 什么沃尔玛 沃尔玛 Shopers Land & Drugs 都有 有打折我就团 是续用 没有多说的 就是我觉得是加拿大国宝品牌 好再说最后一款洗护 就是这款漱口水 我也跟身边的朋友推荤 它呢是ZeroBreath 它就是让你口气变清新 然后是牙科医生推荐 我的牙科医生有推荐过 然后我看网上就是 YouTube也有牙科医生推荐 就它怎么说呢 首先它没有酒精 它不刺激 我口腔还比较敏感 小李子更敏感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 牙根比较敏感的那种敏感性牙齿 所以它用过不刺激的就真的是不刺激 而且它每次都跟我说 打折就要买它呀买它呀 而且它那是Dry Mouth 就是如果你说口气不清新 其实大部分是因为你的口腔里太Dry了 然后它呢就引起一些细菌的滋生 就会有异味 就会产生口气 那这款呢就是抑制细菌的滋生 让你尽量的Dry Mouth的时间缩短 这样子呢就会让你的口气更清新 这就是它的一个原理 所以大家如果想让自己口气清新呢 废话不多说 赶紧买这款 好 然后下面说一些保健品 有女性保健 还有我近期跟小李子一起吃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就是近期北美啊 医生圈 然后健身人士 常年推这一款 这款他们有没有就是有广告成分 但是我自己是有尝到甜头的 这款呢是Jennifer Aniston代言的一款 它是Vital Protein 它虽然叫Protein叫蛋白 但是这款是一款胶原蛋白 它呢是从牛身上提取的一款胶原蛋白 而且还有Peptide 就是胶原蛋白和多态的结合 这两款呢它就会刺激你身上的胶原蛋白 还有弹力蛋白的提升 如果从保健方向说呢 就会让你的Joints 就是你的关节 会有一个保护 然后你如果持续喝呢 就是会看到在你比如说你60岁50岁 就会感觉比同龄人要更灵活一些 就是你的关节的灵活程度 我跟小李子呢 没有感觉到关节的灵活程度 但是有感觉到这个头发皮肤是有变好的 因为从美容角度就是胶原蛋白嘛 但是呢不喝停下来 它就停就是这样 就是这就跟我刚才说的维生素C是一个概念 就是它呢就是持续的补充 不管是身体上啊还是皮肤上面的一个改变 而且还有就是指甲就是会变硬的这种 因为小李子它是那种指甲上有凹凸物品 喝它是有改变的 而且它指甲很软 我自己也是有这个改变的 就是我指甲有变硬 因为我现在擦指甲有时候大家看不出来 就是那个大家知道 指甲上会有那种白的月牙吗 就是那个白的月牙如果越大就代表身体越健康吗 我那个白的月牙月牙是有往外长的 就是我在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是指甲上白月牙特别大的小朋友 就是因为我是遗传我妈妈也是这样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再包括你身体上的一些改变 还有就是外界给你一些刺激 有的时候月牙会减小的 包括做一些指甲剪指甲的方式不对之类的 喝完它之后它是有改变的 所以说我还挺推的就是想让大家就是美是由内而外的嘛 你不能光注重比如说像彩妆这之类的一些产品 护肤保健还是真的是要结合在一起的 吃什么用什么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品牌 这个我不推因为我觉得它里面是含糖的 它虽然上面写着sugar是zero 但你知道我跟小李子是同样的反应 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它这个粉吊在手上是粘手的 我觉得它可能没有sugar 但可能会有些果糖之类的东西 它觉得可能不是sugar 可能是天然的果糖 我不喜欢 而且它味道有一点点甜甜 我最近又在喝一款 就是我之后会跟大家推 现在还没有喝完 是Costco常年卖的也是加拿大No.1产品 我们家就是持续喝它 就是感觉跟这款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它我也很推啊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这种collagen peptide 它有两种是从深海提取 还有从牛肾上提取 因为我朋友有乳糖不耐的 它受不了牛奶 你就不要喝这款 可以喝鱼那款 那款稍微的价格高一点 但是分子更小 可以让你吸收的更好 一说宝剑我就滔滔不绝 我这人就是非常喜欢宝剑 我之前啊 就是在国内上班的时候啊 有同事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说 你是我见过唯一的一个 就在他身边 他见过唯一的一个 岁数这么小就知道宝剑 吃东西从来不乱吃 吃得很健康 对 我不爱吃外食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 19 18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就很少吃外食 就吃东西比较健康 然后喜欢吃蔬菜 但是那个时候我比较喜欢吃面食 所以就比较胖 就是会看体脂率相对高 现在慢慢的我就调整一下我的饮食 我就把精细的面类啊 改成粗凉类 真的有变瘦 大家是不是能看到我的锁骨了 我好久没有看到他们了 而且脸也变小了 整体的皮肤也变好了 体力也变好了 戒糖戒了很久 所以我觉得保健真的很重要 那再说一下两款女性的 我呢 我呢 常年吃女性益生菌 Doctor formulated probiotics 它是15 billion a day 然后是16 probiotic strains 这个啊 它的益生菌的量真的超多 然后我就这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我吃它有没有见效 好 那我再跟大家说我现在身体上有些变化 因为我得了一种慢性的疾病 我是需要去看酸科医生 他会给我做一些antibiotic therapy 我之后会跟大家专门录一期视频 就是我这个病啊 我现在先和大家说是什么病 不会致死 但是是慢性病 这个antibiotic therapy 它是会破坏你肠道的医生菌群的 然后我那个药呢 它会有副作用 就是会让你拉肚的 但我没有 然后我医生也惊了 然后他说你既然没有的话 我再给你开的时间久一点了 因为毕竟你这个病是需要长期吃的 所以呢 我就一直在吃 我已经吃了几个月的时间了 然后我也一直吃它 我也没有拉肚的现象 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作用 还是我肠道真的很强大 我小时候是有点便秘体质的 但是长大的时候 就是因为爱吃蔬菜水果呀 多喝水呀 我就没有便秘的体质了 然后这个呢 是不是保护了我的肠道医生菌群呢 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所以我就是想说一些我自己的心得啊 它还是管用的 然后我还会吃多种维生素 就是膳醇 这个我都推过很多次了 就小伙伴们知道 尤其是三十家的年龄啊 就是补钙是重中之重的 而且我已经快三十五了 往三十五分 我已经不是三十四得出头了 还有生完孩子之后那个钙的流失 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可以这么说 我没补钙 补钙少 其实我还会再多吃一剂钙 我就是还没有吃完没给它拿过来 没补钙之前 我就觉得我的体力怎么这么差 因为我常年健身嘛 会坚持健身的 我就觉得我怎么总累呢 但是你把钙补全了 真的就是你觉得你体力是有变好的 还有晚上睡觉 腿也没有抽筋的现象 如果你跟我一样 这些有这些身体反应 你是知道我在说什么的 所以多种维生素 这些微量元素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咱们身体里自己是不会产生它们的 必须通过食物 那你也不可能吃那么多食物 其实就是需要这方面的补充的 好那现在说一些吃的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我有健身的习惯 然后我也在减脂 但是我也喜欢吃小饮食 所以我跟大家推这款 这个我是在韩国超市找到了 因为它是ZERO 它的含量就是它的卡路里含量很低啊 就是per cookie就是70卡路里 就是我一块70卡路里很低了 而且它里面有这种cookie 还有这些chocolate 我非常喜欢吃chocolate cookie 就每次吃完它 我健身之前我会吃一块 然后酒杯咖啡喝 超爽 就非常开心 就觉得我就让健身这件事 我还挺期待的 因为我健身了我就可以吃它 所以有跟我一样健身的小伙伴们 就可以把它买起来 就在韩国超市就有的买 好剩下三种是宝宝的小零食 一款是这个 它呢就是这种北美果蛋皮吧 我儿子特别喜欢吃 还有一点呢 它是没有no added sugar 它里面是有八克糖啊 但是它是果糖 然后它呢 我宝宝喜欢吃的原因是 它里面还有一些小卡片 就可以寄卡片 每次吃完还能认识一种小动物 然后有不同的口味 像这款是mango的 还有什么rasperry啊 strawberry啊 嗯 还有apple啊 就是各色的口味 我儿子还挺喜欢的 我之后也会开发一些 他爱的小零食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每次出去一小袋 里面有两卷 他就特别喜欢 会跟我抢着要 妈妈妈我要 然后还有这款cookie 是我朋友介绍给我的 是那种waffle的形式 然后它里面的糖 比那款还少就四克 但是很好吃 我自己都有吃过 里面有穀物啊 是那种粗粮的穀物 还有像apple 还有blueberry 非常健康营养 而且一克的卡路里是80卡 我就觉得不是一克 就是一个包装两片80卡 我觉得也挺健康的 有的时候我也会吃两片 然后另外一个稍微不健康 就是我从小帽上面买的 就是宝宝的这种酸奶的小cookie 小饼干 他也挺喜欢吃的 但其实我更爱吃 就是怎么这么好吃 就是里面加酸奶的 他这一片是98卡 稍微多一点 然后糖分高一些16克 其实啊有一点不健康 但是真的很好吃 因为里面有益生菌啊 有probiotics啊 我宝宝也会补 因为他不是喝酸奶 就是吃这种 就是每天都会补 所以我觉得这种 肠道菌群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啦 这就是今天的这期视频了 希望大家喜欢 那如果还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就请关注我吧 那也请帮我点个赞 那国内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B站 微博小红书 我会不定期的更新 B站的小伙伴们 请帮我一键三连哦 这样子我就有做视频的动力了 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Bye